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 五月二十七號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仁 投票新聞 帶你來關心到昨天新增了 三百零四例的確診病例 其中兩例是境外移入 有三百零二例是本土病例 另外有校正回歸的本土個案 三百三十一例 總計是六百三十五例 而確診個案當中 新增了十一例的死亡病例 大多有慢性病史 由於疫情是持續的嚴峻 指揮中心也公布了 三級警戒的五大措施 及裁罰 包括外出 因全程戴口罩 休閒 娛樂場所違規營業 依法裁罰 結婚不宴客 喪禮不公祭 宗教活動全面暫停 宗教場所暫不開放 民眾進入 國內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 週三二十六號新增三百零二例 本土病例 分別為一百五十八 例男性 一百四十四例女性 其中又以新北市一百五十二例 最多 其次為臺北市八十七例 桃園市二十一例 基隆市十三例 台中市九例 新竹縣四例 屏東縣 雲林縣 臺南市 宜蘭縣 高雄市及彰化縣各兩例 花蓮縣嘉義市 台東縣及蓮江縣各一例 另有校正回歸三百三十一例 以雙北占三百二十三例為最多 現在高點還維持在五月十七日 在五月十七日 那五月十九日 漸漸也比較高 那就值得我們在觀察 另外也新增十一例死亡個案 為九男二女 年齡介於五十多歲到七十多歲 死亡個案中有七人有慢性病史 九人有萬華 或其他確診個案活動接觸史 從五月十一號起 這波疫情累計 已經有三十四人死亡 對此專家認為 主要原因是英國變異株傳播力強 慢性病 僅高齡長者的死亡率也較高 至於最新到貨的四十一萬劑AZ疫苗 最快週五二十八號開打 首批將配送十五萬劑 由於國內疫情持續嚴峻 指揮中心有公佈強化第三級疫情警戒的五大措施及裁罰 包括民眾外出時 因全程帶口 否則將予以開罰 休閒娛樂場所違規營業 也會依法裁罰 餐飲業一律外帶 結婚不宴客 喪禮不公祭 宗教集會活動全面暫停辦理 宗教場所暫不開放民眾進入 呼籲民眾積極配合各項防疫措施 共同守住社區防線 記者 報導 疫情嚴峻各地急需疫苗 昨天晚間最新消息 食藥署是宣布四十一萬劑的AZ疫苗 是已經通過了檢驗封肩 連夜趕工的配送到各縣市 而至於南投縣長林明珍要求中央開放地方自行採購 國外的疫苗 更表示 已經和中國代理商聯絡上 指揮官陳時中就回應 他們沒在打的 我們有點興趣 他們在打的 我們不敢用 連夜配送AZ疫苗到各縣市 食藥署二十六號 宣布 這批在五月十九號 自荷蘭空運抵臺的四十一萬劑AZ疫苗 通過檢驗封肩 其中疫情重災區雙北市 將分得十五萬劑疫苗 會優先提供第一線的醫護 警銷人員施打 疫情籠罩全臺 許多縣市首長都憂心疫苗短缺 止不住疫情 南投縣長林明珍率先發難 要求中央開放地方政府自行採購國外疫苗 更表示已經和BNT疫苗的中國代理商 上海復興聯絡上 預備金也已經準備好 地方平向中央喊話 南投縣府更在二十六號上午九點半以最快方式發出公函 新聞指揮中心 盼望點頭授權 同時也有消息指出 南投縣府想採購的BNT疫苗 可能是由中國代工 中國也在此時出招 國台辦證實 上海有民間機構願意捐贈疫苗給臺灣 核種廠牌由臺灣自己決定 指揮中心重申 疫苗由中央統籌分配 指揮官陳時中更強調 目前中國還沒有核發藥證等正式文件 拿到再說 全臺寄望疫苗緩解疫情 總統蔡英文指出包含外購和國產疫苗 已經購買將近三千萬劑 在未來幾個月 每月分批到貨 到八月底 將會有累計一千萬劑疫苗 記者綜合報導 疫情蔓延 但國內的疫苗不足 臺北市長柯文哲就表示 如果等待施打國產疫苗 目前的狀況可能撐不到八月 對於南投縣打算自購疫苗 柯文哲也表態 如果被逼到沒有辦法 中央人沒有明確答案 會自謀出路 北市疫情延燒 市長柯文哲宣布 二十五號快散陽性率為百分之七點四 萬劃仍有一定程度的社區感染 目前有稍微踩煞車跡象 但包括北部 中南部 都會出現小型群聚感染 為了提升醫療收支量能 北市府將普通病房轉成專責病房 總計病床數量可以達到一千零二十三床 柯文哲直言要快速解除三級警戒 只有硬封城或者施打疫苗 這兩個方法 如果臺灣只能等待施打國產疫苗 是賭上國家命運 目前狀況可能撐不到八月 中央將配發兩萬兩千劑疫苗給北市 柯文哲表示專責醫院是第一優先 其他像是前線的警銷衛生環保人員 檢疫所工作人員等人都會照冊來打 至於外界關注 某方是否能獲得美方釋出的疫苗 不過美國在台前會處長另一節卻說 臺灣確診人數相對較低 引起柯文哲不滿 作為臺北市長很不願意對另外一個國家的大使在我們這個地方講的話去批評 萊豬也吃了 軍火也買了 所以 在他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才死11個人 還不算多 針對南投縣打算採購三十萬劑迴瑞疫苗 柯文哲也首度表態 如果被逼到沒有辦法 只好自謀生路 此為北市也宣布成立專責版計程車隊 目前正招四十位司機負責載送從專責醫院轉出的輕症病患送到集中檢疫所 以及快拆陽性者後送其返回住家 記者 黃之爺 彭藥組 台月報導 雙北確診個案不斷增加 醫院病床或人力接近飽和 北市宣布輕症的確診者改為兩人一室 提升病床的數量 指揮中心也啟動了北患南宋政策 要求雙北以外的縣市儲備隔離病床來支援 指揮官陳時中強調 醫療體系絕對沒有崩潰 就是同島一命互相支援 做最有效的運用 指揮官陳時中坦承 北部醫院醫療量能很緊張 但絕對沒有崩潰 強調以啟動北患南宋 疏解雙北市醫療量能不足的壓力 指揮中心規定 北患南宋措施就是雙北市以外的 醫學中心從即日起 必須清出一層的急性病床數 再加上二十床加護病房床數 根據中區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台中四家醫院已清出四百床支援 台中市政府強調 北患南宋 台中願意幫忙 另外確診者收支病房改兩人一室後 渴望疏解雙北病床不足的壓力 但指揮中心坦言也會加重醫護人員 照護負擔 另外學者擔心病房改為兩人一室 病患的病毒濃度不一 醫護人員照護風險大增 另外考量本土病例 短短十天已超過四千人確診 為提升病床周轉率 指揮中心也定出確診者解隔離條件 只要距離發病日 採檢日達十天以上 CT值大於或等於三十 就可以解除隔離 但如果CT值小於三十 則須入住集中檢疫所 記者 黃立委 莊智成 賴淑敏 蔣龍祥 彭幻全 週末報導 來關心到今天的天氣 今天在馬祖有短暫陣雨 而其他各地都是多雲道晴的天氣 不過在偏西南風的環境之下 清晨到上午 中南部地區和澎湖 會有零星的短暫陣雨 而在中午過後 西半部的山區以及宜蘭 也會有局部的短暫雷陣雨 而在溫度方面 預估今天會是這禮拜最炎熱的一天 宜花東地區的宜花地區的高溫是三十三度 而西半部還有臺東這邊 高溫是三十五到三十七度 而氣象局持續有發布了高溫資訊 其中臺北南投花東以及南部地區 有機會出現三十八度的局部極端高溫 而臺東這邊還可能會有焚風 提醒觀眾朋友要慎防熱傷害 而至於明天的部分 由於是封面來到了臺灣北部海面 再加上西南風的影響 中南部以及馬祖澎湖 會有局部的短暫陣雨或雷雨 而其他地區都是多雲 午後有局部短暫雷陣雨的天氣 另外在金門 馬祖還容易會有局部的霧 或者是低雲影響到能見度 觀眾朋友就要多加留意了 關心完天氣之後 我們持續帶你來看到的是一個天文奇景 超級血月 在臺灣時間二十六號晚間來登場 是兩大罕見現象 月泉石還有超級月亮同時發生 月泉石加上月亮一年內最靠近地球的超級月亮 全球多個地區都可以欣賞到 臺灣上一次看見這個現象已經是二十四年前了 天文學家就表示 由於太陽光經過地球大氣層的時候 藍色光散射掉之後 陽光中的紅色光線會偏折到 沒有陽光直射的月球表面 所以月亮看起來就像暗紅色 而這是十年一遇的天文奇景 錯過就要等到二零三三年的十月 也就是大約十二年後才會發生 但也來關心到國際的天氣 印度上個星期因為陶特氣旋來襲 有一百五十五人喪命 也讓防疫的工作是更加的艱困 結果或不擔心 昨天又有另一個強烈氣旋 在東部沿岸登陸 有上百萬人緊急撤離 強風豪雨在印度東北部沿岸掀起巨浪 簡陋的磚瓦泥房 慘造洪水沖毀 印度一個星期內 兩度遭遇強烈熱帶氣旋侵襲 便看家園化為烏有 這位富人忍不住悲從中來 熱帶氣旋雅斯 星期三以瞬間風速可達每小時一百五十五公里的威力 登陸印度東部陸地 位於孟加拉灣的西孟加拉邦 和奧里薩邦首當起衝 地瓦地區發生海水倒灌 摧毀成千上萬的磚泥房 還有警察局被淹沒 連最繁忙的加爾各達機場也被迫關閉 為了避免災情擴大有關當局緊急撤離一百一十萬居民 印度目前為了控制疫情正忙的焦頭爛額 沒想到上個星期陶特氣旋侵襲西南部奪走一百五十五條人命後 雅斯緊接著又來攪局 目前已知造成兩人死亡 接踵而至的風災 也對印度政府的防疫工作 形成嚴峻考驗 國視新聞鄭惠敏編譯 帶你來看到今天的《子彈書報》首先來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這三天來的封面與午後對流震雨 雖然全臺水庫有進帳 但經濟部對六月一號各地升級限水措施的研判 呈現兩樣情 這波強將雨 新竹有機會不實施公五庭二限水的措施 但大甲溪集水區雨量幾乎是零 中部水情非常危急 而苗中彰公五庭二加鹽限水 恐怕難以避免 接著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是目前正在進行的世界衛生大會WHA 史瓦蒂尼等十四個友邦 透過提案和發言 支持臺灣參與WHA 而美 嘉 日 英 澳等五國 在大會發言力挺臺灣 紐西蘭捷克和德國則強調包容性 支持納入所有成員 中國抗議各國的友台發言 是不負責任挑戰他們的一中原則 不過自開議以來 已經有二十二國表態挺臺 最後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疫情三級警戒延長到六月十四號 各級學校跟著延長停課 期末考該怎麼處理引發公平性的問題 由於考試及平時表現成績 攸關未來升學的學習歷程檔案 恐怕將衝擊升大學繁星計畫的公平性 也有部分國中家長說 沒有紙筆考試打成績不客觀 恐怕影響升高中的優先免試入學 新北市昨天新增一百五十二例本土確診 校正回歸有一百零二例 累計總確診人數兩千兩百七十八人 市長侯友宜就喊出三項關鍵指標 重症收治疫苗快速施打 以及市民配合低度活動 也將在土城 加設熱區防疫中心 這波疫情也讓新北的醫療量能相當緊繃 侯友宜再度喊話 拜託各醫院快速清空病房 也透露ICU病床目前只剩下一床 新北市二十六號新增一百五十二例本土確診 校正回歸有一百零二例 累計總確診人數兩千兩百七十八人 個案仍然以板橋最多 中和其次三重和新莊的疫情也沒減緩 面對遲遲無法降溫的新冠疫情 市長侯友宜喊出三項關鍵指標 重症收治 疫苗快速施打 以及市民配合低度活動 同時也將在土城加設熱區防疫中心 他觀察社區篩檢站的陽性率二十五號百分之二點九 比二十四號的百分之三點九略有下降 但侯友宜認為不能夠掉以輕心 並且進一步分析確診者中有超過八成超過四十歲 四十歲以上大概佔了將近八成 六十歲佔了百分之四十二點六 所以長輩們你的比例是所有確診者最多的比例 新北確診數天天超過百例 也讓新北的醫療量能相當緊繃 侯友宜再度喊話 拜託各醫院快速清空病房 讓專責病房空出來收治重症者 衛生局也透露ICU病床 目前只剩一床 這一波疫情也嚴重衝擊遠景 新北市已經有六名警察確診 還有一名篩檢陽性 侯友宜指出目前大約有三千名警察 會直接接觸到高風險個案 其中只有一千零七十六人 接種過新冠疫苗 而新到貨的AZ疫苗 新北市預計可以獲得一點八萬劑 是否爭取地方自行採購疫苗 侯友宜只表示採購疫苗只有一句話 快夠好 而且中央地方要全力配合 記者 郭才言 陳柏宇 新北市報導 桃園昨天新增了二十四 例本土病例 市府就公佈了疫調足跡 包括有多家大賣場 市場以及客運 那麼桃園市長鄭文燦 就呼籲中央考慮以外加方式 讓風險較高的機場 從業人員優先施打 環保局人員忙著消毒 桃園二十六號再新增二十四起本土病例 確診者曾經到過大賣場 市場也有搭乘國光客運 而針對桃園區公所 有同仁染疫部分 除了兩職員確診 二十六號也新增快篩陽性主管確診 暗號歸在新北 目前已經完成區公所 兩百八十九位同仁裁檢 結果皆為陰性 匡列十六位居家隔離 桃園捷運公司一名軌道維修員工 因接觸染疫家人確診 為新北發布確診個案 工作性質不會和旅客直接接觸 但捷運是民眾通勤工具 桃園市長鄭文燦二十六號 也在防疫會議指出 陶傑防疫五環 確保場站車廂人員 還有乘客的安全 也包括線上會議跨站不支援 跨站不支援的方式 主要是確保萬一有人員確診 不至於影響到整個公司的運作 針對四十萬劑疫苗分配 各縣市二十八號 星期五到位 市長鄭文燦表示 數量還是不夠 依照中央規定 第一類到三類優先接種 包括醫護警銷和防疫人員 也幫機場人員爭取優先施打權 我也特別跟中央反映機場 還有民航還有機場相關產業 那麼這個部分風險較高者 也應該優先納入 這部分的額度應該另外來框裂 鄭文燦表示桃園機場從業人員超過三萬人 希望中央考慮以外加方式 讓風險較高的也可以優先施打疫苗 師傅衛生局 布陶還有聯興國際醫院等 都會支援機場人員的接種事宜 記者 詹淑雲 桃園報導 基隆昨天是新增十三例本土個案 校正回歸兩例 新增的個案當中有七例和小姑娘 小吃店有關 由於在小吃店工作的女子案 三八三五發病前 曾到金水灣小吃店工作 林友常就再一次呼籲 曾經到過小姑娘和金水灣小吃店的民眾 要主動篩檢 臨近雙北的基隆 疫情持續延燒 位在校四路的小姑娘小吃店 到二十五號為止 一共有九例確診個案 在小吃店上班的女子案 三八三五在二十三號確診 兒子是在二十二號確診 丈夫住在臺北偶爾會回基隆 和女兒採檢都是陰性 而女子的男性有人案四八零八 及他的兒子案四八一一 也在二十四號確診 而小吃店的消費者案五五七三 和經由臺北通報確認的案三九一零 紛紛確診 小吃店負責人案五七七二 他的姐夫案五二零六 以及侄子案五五七二 也在二十五號確診 現在又查出了案三八三五 在發病前曾經到金水灣小吃店工作 基隆市長林友常擔心 將演變成為萬華茶藝店 群聚感染事件的翻版 如果你曾經到過這兩個場所 在這段期間消費 請你一定要到我們的財檢所 那至於個資的部分 我們衛生單位一定會為大家來保密 經過跨局處合作 市府已經掌握小姑娘小吃店的名單 總計有十六人 目前已經聯繫上其中十三人 而基隆國菜市場攤商夫妻案三二八九 跟案三二九零確診後 目前匡列追蹤三十八位攤商負責人 而成功市場傳出八例確診個案之後 延長停業時間到六月三號晚上十二點 攤商三五一九確診之後 也傳染給曾孫 只有兩個多月的男嬰 是全國最小的個案 這些傳統市場我們有確診的這個足跡 我們是斷然的處理 然後進行休業 我們就是最擔心的是傳統市場變成是一個破口 基隆二十六號新增十三例本土個案 校正回歸兩例本土個案 疫情持續延燒 基隆市目前有四間防疫旅館共一百一十五房 住房率為百分之四十 林又昌表示醫療能量都足夠 還會持續擴充整備 記者林姓陳信龍 基隆報導 台中昨天新增十一名確診個案 其中五案與泰安婦幼傳播鏈有關 包括幼兒園老師 還有他就讀在泰安國小的孩子 而市府就再次通知國小的學生和家長要來進行採檢 至於朝陽夜唱團的傳播鏈再增加了一名確診者 是隔壁包廂就讀台中科大的學生 這個傳播鏈已經擴及三間包廂和三所學校 原本二十五號已經撤離了前進指揮所 二十六號再次進駐到台中市西屯區泰安國小的校園 因為泰安婦幼傳播鏈 在二十六號又有新的確診個案 許多接到通知的學生和家長 趕到學校排隊等待快篩 台中市二十六號一共新增了十一名確診個案 有五人與泰安婦幼傳播鏈有關 另外還有三案未編號 其中包括幼兒園主任老師 因為確診老師就讀泰安國小的小孩也確診 所以才會緊急在進駐前進指揮所 要針對國小端進行採檢 這次召回泰安國小的學生家長約兩百人 而衛生局經過疫調 發生幼兒園主任五月初曾有萬華旅遊史 推測可能就是泰安婦幼傳播鏈的源頭 另外朝陽夜唱團傳播鏈又新增一名確診者 台中市衛生局表示台中科技大學的確診個案 當晚與另外五人一起唱歌 包廂在朝陽夜唱船隔壁 目前相關傳播鏈累積十八人確診 而市府進行美樂地KTV疫調時也發現 有十三位民眾提供不確實的實聯制資料 將依傳染病防治法開罰每人六千元 業者也開罰一萬五千元 美國加州二十六號發生重大槍擊案 當第一名交通管理局的維修工 在工作地點持槍掃射 嫌犯在員警面前制裁 連同他本人在內共九人死亡 犯案動機還在調查中 這也是美國今年第兩百三十二起 大規模槍擊事件 加州盛克拉拉谷交通管理局 這處輕軌設施發生死亡槍擊案 員工均已撤離 媒體報導 嫌犯是管理局一名五十七歲的男性 技師 警方是在二十六號早上 六點半左右接到報案 趕到現場後 槍擊正在發生 不過雙方並未交火 嫌犯在員警面前自我了結 警方表示拆彈小組正在尋找炸彈位置 搜爆犬秀出一副爆炸的裝置 炸彈機器人也出動找尋其他可能更多的 危險 就在槍擊案發生前 離交通管理局不遠的一處民宅失火 地方媒體報導 房子正是嫌犯的住所 消防局發言人表示 正針對數起跟槍擊案有關的犯罪現場 進行調查 根據美國獨立資料庫 槍支暴力檔案館的數據 這已經是今年目前為止 第兩百三十二起重大槍擊案 警方正在調查犯罪動機 有約兩千名員工的盛科拉拉谷交通管理局 負責三條輕軌 超過六十五公里長的軌道運作 該市有七十條公車路線也由他們管理 槍擊案發生後 不少員工表示擔心與害怕 公視新聞黃銘玲編譯 美國德州的議會本週通過法案 大幅放寬對槍支的管制 只要年滿二十一歲的人民 不必擁有執照就可以在公眾場合攜帶手槍 州長已經表態同意簽署 支持者就認為開放民眾帶槍上街 可以讓他們保護自己和家人 但是反對者就擔心槍支暴力的現象將會更加氾濫 共和黨掌控的德州議會 星期一通過新法案將槍支管制進一步鬆綁 允許週內二十一歲以上的民眾 在沒有犯罪記錄的情況下 不需擁有執照就可以攜帶手槍上街 事實上德州擁槍規定原本就很寬鬆 只要較低廉的執照費用 並接受培訓和線上安全課程 就能合法擁有槍支 目前合法持有槍械者超過一百六十萬人 而且已經允許無罩攜帶步槍 通過新法案的議員宣稱 他們只是捍衛上天賜給州內民眾的權利 支持者也認為 這樣他們就能更好地保護自己和家人 不過放寬吸槍限制 也引發執法單位和反對團體擔心 將使槍支暴力犯罪攀升 危害公眾安全 德州近年來治安不佳 二零一九年邊境城市阿爾帕索 發生賣場槍擊案 奪走二十三條人命 二零一七年 所在藍全的教堂遭槍手血洗 導致二十六人身亡 這些重大槍擊事件都讓人記憶有心 目前德州州長艾伯特已經表態 將簽署這項法案 他強調這項立法不會阻止私人場所 禁止攜帶槍械 同時民眾在購買槍之時 仍需通過聯邦政府的背景審查 故事新聞 鄭惠敏別醫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中東之行 在會見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政府的高層後 宣布將要提供總額超過一億一千兩百萬 美元的援助解決協助解決加薩地區的人道危機 以及重建工程 以色列軍方跟控制加薩地區的哈馬斯組織 這個月中旬長達十五天的武裝衝突 除了造成雙方總共兩百六十人以上死亡 兩千多人受傷 也讓受到戰火波及的地方 幾乎變成廢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當地進行順風式訪問 先後會見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等政府高層 以及巴勒斯坦自治主席阿巴斯 隨後宣布拜登政府準備提出的援助 尽管布林肯也說 唯有在這些錢不被挪用到哈馬斯手上 這筆援助才有意義 不過美國福斯新聞網引述國務院官員的話說 有關這三千兩百萬美元的用途 美方無法保證會真正用在巴勒斯坦難民身上 美國共和黨陣營一直以來都有質疑 認為前總統歐巴馬任內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讓伊朗手上有大筆資金援助哈馬斯組織 使得哈馬斯得以在以色列對加薩的封鎖之下 仍有財力進口武器跟製造材料 也因此在五月中旬的衝突期間 哈馬斯攻擊以色列的武器 比伊望射程更遠 破壞力更強大 公認新聞許家人編譯 美國在二十五號達成對抗疫情的里程碑 全國超過五成的民眾 已經打完兩劑疫苗完成接種 CDC的報告就顯示 完全接種疫苗的人當中 遭突破性感染染疫的只有百分之零點零一 而在南美洲的阿根廷則有民眾因為不滿 當局再次實施居家封鎖限制 走上街頭抗爭 阿根廷疫情嚴峻 全國累計三百五十六萬人確診 七萬四千多人死亡 每百萬人口因疫情死亡的比例 超過了巴西 醫療負荷超載 總統宣布五月下旬 進入新一波嚴格的防疫封鎖 全國各地都有民眾不滿 生計受阻 上街抗議 東北部羅薩里奧 警察跟示威者發生衝突 逮捕了十個人 阿根廷疫苗接種進度遲緩 只有十八趴的民眾打了至少一劑 完全接種的不到百分之五 示威者通斥正副總統是疫苗小偷 首都地標坊間杯前 因為防疫而關閉的探戈學校老師 帶學生上街翩翩起舞 反對政府干涉人民自由 鏡頭轉到美國 白宮宣布二十五號 達到對抗疫情的心理成杯 全國有超過五成人口 已經完全接種 至少打過一劑的也超過六成 海力拼在七月四號國慶日前 把數字再擴大到七成 加州的中學設立疫苗戰 推出啦啦隊 吉祥物跟餐車吸引學生 希望秋季新學期 完全恢復正常學校生活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CDC發布的新報告 在完全接種疫苗的人群中 出現突破性感染的例子 極為罕見 只有百分之零點零一的機率 而且就算感染 也能有效保護接種者 免於重症致死 數據顯示 這些案例只有百分之十 需要住院治療 致死率兩趴 而且都是高齡老人 疫苗加持下 美國下半年經濟復蘇 前景看好 國內旅遊 渴望回到疫情前的九成 甚至更高水準 歐盟為了抓緊這波商機 二十五號峰會上 批准了數位綠色通行證計畫 讓完成接種的外國人入境旅遊 七月一號上路 另外也宣示 今年底之前 至少捐贖一億劑的疫苗 給貧窮國家 公日新聞 是惠仲斌 今天轉回到國內 發生在今年四月二號的 臺鐵太魯閣號事故 造成四十九人死亡 超過兩百多人受傷 臺鐵昨天傍晚 也公布懲處的名單 最高層級到副局長 朱萊順 共懲處十二人 臺鐵四零八次的 太魯閣號 四月二號在花蓮清水隧道 發生出軌的重大意外 雖然主要是廠商違規施工 並不慎造成車輛翻弱 臺鐵仍然有監督不周的問題 考成委員會決議 懲處十二人 副局長朱萊順 因為負責督導公務 寄過一次 懲處最重的是 花蓮公務段長 寄一大過 此外 公務處長 花蓮公務段施工主任 及花蓮公務段工程 承辦人都寄過兩次 臺鐵指出 針對零四零二事故缺失 以積極辦理各項改善措施 將持續推動改革 健全營運的經營體系 全臺三級警戒延長到六月十四號 不過在升級防疫警戒的十九號當天 國研院海洋中心的 歷境號研究船是照常出航 引發群聚感染的隱憂 海洋中心就澄清 是在出航以後才升級成三級警戒 返航後會自主健康管理和消毒 後續航次也全面取消 國研院海洋中心的 歷境號研究船 在二十六號下午一點半左右 慢慢開入安平港 這次出航任務 是前往東北角海域 進行海底地質研究 結果卻因為出發日期 是全臺防疫警戒 提升到第三級的十九號 因此引發外界 也擔心會不會有群聚隱憂 我們在出港之前 我們已經先做保守處置 就是把十四天內在三級 區域的人跟貨品 沒有讓他出航的 十九個是開船的船員 八個到十二個左右 是海洋中心的協助者 外部科學家的這十二三個人 我們把它取消到最後只剩下三個人 三個人還四個人上去 海洋中心指出 在十五號 沖美市提升到了三級警戒的時候 其他地區還是二級 先取消沖美地區的人員和設備登船 十九號上午出航 下午指揮中心就宣布 全臺提升到三級警戒 所以立刻要求在航行期間 也要注意防疫規範 根據回報 船上的工作人員 目前都沒有身體不適 或是體溫過高的情況 接下來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壓力禁號也會全面的消毒 至於後續航次 已經全面取消 等疫情警戒解除之後 才可以再一次出航 原本三個離島都是零確診的狀況 出現了變化 由一位定期往來屏東 與連江縣的民眾 最近回到屏東後確診 讓連江縣出現第一例本土個案 指揮中心也同意 在金門 澎湖還有連江縣的機場 設快篩站 昨天金門就立刻起用 金門縣長楊正吳親自站在機場 旅客出口 引導有意接受快篩的旅客 進入檢驗區 民眾人在確認身份後 坐在快篩庭前 讓檢驗人員 採集檢體 金門縣 澎湖縣連江縣希望機場設快篩站 對搭機到訪的鄉親或旅客 做病毒檢驗 原本反對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評估後讓步 同意可提供 志願性採檢服務 日前曾兩度發文中央 還被指揮官撤銷命令的 金門縣長楊正吳表示 雖然過程有些波折 但還是達成強化防疫的目的 我們也肯定CDC聽到了離島的聲音 那麼特別是在離島的 醫護量能不足的情況下 如果一旦案例發生後端要處理的 所需要耗費的這個醫護能量 更是遠勝於我們提早坐在第一線 另外澎湖縣政府表示目前澎湖已經準備了 六千份快篩試劑 將調度醫師人員並透過澎湖縣醫師工會 召集診所醫師支援快篩工作 預計最快星期四下午啟用 至於馬祖的部分機場快篩戰還沒成立 卻傳出第一例確診個案 不過這位病患大部分時間住在屏東 定時回馬祖 這個月十三號到二十一號待在馬祖後 先到臺中再回屏東採檢後確診 到屏東之後有出現了這個秀味覺的改變 所以他才去就做這個採檢 所以算是相當警覺 临江縣出現首例安理之後 目前全國還是零病例的 只剩下金門縣和蓬木縣 三個縣市都希望透過機場支援快篩 降低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全臺三級警戒也衝擊到各個產業 像是計程車 餐飲 藝文團體的生計 就大受影響 有立委呼籲中央要比照去年 來提供四項補助措施 而原定六月二十六號要舉辦的 金曲獎頒獎典禮也宣布延期 全臺防疫警戒升級 民眾外出的機會減少 不只大眾運輸的運量降低 也讓計程車駕駛生計備受衝擊 尤其三級警戒延長到六月 業者擔心收入會呈現雪崩式的下滑 疫情不只影響到計程車的業者 餐飲業的業績 旅館業的住房率都下滑了 至於有工作沒有家寶的街頭取牌 流動攤販等勞工也幾乎是沒有收入 而過世在疫情期間 政府有提供過紓困措施 但這一回疫情又急又猛 卻還沒有相對應的補助 所以是呼籲紓困四點零要趕快發放 除此之外 藝文產業的展演企劃 策展 唱片和出版等相關工作 衝擊同樣嚴重 比方六月二十六號就要舉行的金曲獎 已經確定要延期舉辦 議者指出 從去年疫情爆發到現在 大家已經呼稱了一年 許多的工作人員包含許多的幕後創作者 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這些所有的歌手藝人們 我們的演出工作機會特別的少 從疫情爆發到現在 其實我們所有的工作延期取消 再延期甚至停辦 民眾黨立委抽成遠召集了三關產業召開信商記者會 並指出今年的疫情對比去年不可同日而語 呼籲政府三關單位要持續盤點一直性高的 一文團體 並提供更有效率的紓困措施 日記層勞工也應該要有立即進的補助 將會在二十七號的朝野協商提出納入紓困 預算盡快推動 收到疫情影響 中澳職棒放棄組隊前往墨西哥 參加冬奧棒球無搶一的最終資格賽 體育署就緊急召集中華棒協 討論臨時接手主賽的可行性 棒協表示將朝組隊方向備戰 但得看選訓委員會徵詢教練及球員的意願後 才能確認 首要重但是組成最強國家隊搶下奧運棒球資格 中職會長蔡其昌年初上任的宣言被疫情終結 中職放棄組隊前往墨西哥 體育署表示理解與尊重 卻也緊急召集中華棒協 討論臨時接手主賽的可能性 最終資格賽迫在眉燒 棒協下午召開視訊會議確認 無搶一資格賽將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市 舉辦 比賽日期為墨西哥 當地時間六月二十二到六月二十七 將朝組隊方向備戰 棒協表示由於比賽期間對參賽球隊的安排與防疫措施計畫還不明確 將在二十七號的選訊委員會視訊會議 徵詢教練及球員意願後才能確認 目前由吳思賢擔任總教練 若徵詢球員意願且確認成隊 將在下週一三十一號先安排施打疫苗 記者吳曉惠 吳家寶 台北報導 法國一些知名的網紅 最近收到詭異的業配提案 要他們拍片宣傳輝瑞疫苗的據死率 比其他疫苗更高 根據報導 歡迎幕後的操作者可能跟俄羅斯有關 法國為了防堵疫情再擴大 最近幾週加快疫苗接種速度 不過這兩天網路又出現跟疫苗有關的假訊息 目標還鎖定網紅 法國不少YouTuber就指出 這幾天他們都接到一個詭異的業配合作提案 要求拍片攻擊輝瑞疫苗 其中一名推廣科普知事的網紅二十四號發推文指出 提案的業者宣稱是英國一間公關公司 希望他片中強調注射輝瑞疫苗的死亡率是AZ的三倍 代價是兩千歐元 約六萬八千元台幣 這名網紅覺得不對勁沒有答應 還查出業者偽造假地址 看在領域上的資歷也很奇怪 不過共同點是員工都在俄羅斯工作過 專門分析假訊息的學者則指出 這種手法並不陌生 這項假消息已驚動法國政府 衛生部長就抨擊 這種意圖讓人不去打疫苗的舉動 既危險又不負責 不過幕後主使跟俄羅斯有沒有關係 仍有待調查 目前法國主要施打輝瑞疫苗 全國已有兩千三百萬人 約三分之一人口至少接種過一劑疫苗 共識新聞 帥林編譯 在新冠疫情的龐大壓力下 日子還是要過 泡泡熱水 可能有不錯的放鬆效果 而在西游國家比利時 最近更開了一家啤酒水療中心 讓顧客在按摩浴缸裡面 享受啤酒SPA 一類時泡個澡 能讓人稍微疏壓 不過他們泡的可不是一般SPA 三位常鮮客身體泡的 跟嘴裡喝的都是啤酒 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最近開設當地第一間啤酒水療中心 業者將酵母 麥芽 啤酒花放入桶中 再加入啤酒 混合出啤酒浴 創辦人是一對情侶 兩三年前 他們在捷克體驗啤酒SPA後念念不忘 反過後決定也開一間 他們設置了可一次容納兩人的大浴缸 泡一次四十五分鐘 價格是一百一十五歐元 約三千九百元台幣 含生啤酒無限暢飲 啤酒SPA開幕前還特別邀鄰居來體驗 來常鮮的都說讚 不過專家指出啤酒SPA其實沒有醫學療效 專家也警告 啤酒浴類似無菌水 在裡面泡45分鐘 可能會破壞皮膚的保護功能 不過如果只是想泡個樂趣 倒也無傷大雅 畢竟能邊泡澡邊品嘗啤酒 對某些人來說 就是很棒的放鬆活動了 公視新聞徐環林編譯 接著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工學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仁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音樂 音樂 1 2 9 1 1 2 2 1 3 感谢观看